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讲这个第四节 新生问题的近代方案 新生问题是哲学 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这个中国哲学或者是印度哲学 中最古老也是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 那么试图弄明白新生问题 这一直是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最为棘手 也用力最为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正如哲学中的许多问题一样 新生问题的这个现代形式是由笛卡尔明确的界定下来的 新生问题之所以如此难解 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映射的是人这种现象 为什么是如此让这个哲学或者是科学所困惑的 法国的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神父 叫一个地质学家 叫德日静的 那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意思是说那么人这种现象 在我们近代的这个科学世界观中 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近代的科学的世界观是由牛顿物理学 通过牛顿物理学所建立起来的 那么我们知道牛顿物理学它主要是研究物这种现象 他还没有考虑这个人具有心 比如我们说具有感知觉 具有思维 具有感受 具有情感 那么体现在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些新的 或者说英文就叫慢的 那么这些特质 那么这是这个牛顿物理学没有处理过的 那么因此如何把人 具有我们说具有心这种现象的人 那么放到这样的一个近代的世界观中 这一直以来都是令人不解的应该说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话 那么这是这个北宋的著名的旅学家 周莲熙在太极图中说的 他说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威人也得其秀而醉灵 但中国古人也说过另外一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生与天地万物之间 超然独贵于物者 已是心而 心 心者人之大等也 当然心 如果没有心 我想肯定也就 没有人 甚至也说没有生命了 生命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人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 演化的产物 它跟所有的物质 是一样的 它都是由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成分所构成的 当然人是一个更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系统 而心 或者我们所感知到的 体验到的所有的这些心之现象 心的现象 它都体验在人身上 人身上 而人又是一个物质系统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根本的这样的一个真结了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人身上 所具有的这两个不同面向 以及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笛卡尔我们说 它是这个心身问题的现代形式的一个确立者 在他那里 他提出了一个对心身关系 以及心身本身的这个存在性的状况 他的提出的理论 我们现在称之为二元论的这个交互作用论 当然这个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 那么他的基本思想认为 心与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意志的这样的一些存在 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本体论 或者是存在论的这个领域 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性质 他认为物的最根本的俗性 那么就是广言 主要指他的这种空间性了 空间性 那么这当然这种看法主要得益于 其实人类 不管是这种人类的日常的对于物质世界 是吧 我们可见的 这种有形的物质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认识 还是近代物理学所界定的对于物质的 这个基本规定 另一方面他认为心 是没有广言的 没有广言 他的性质 那么他认为是思维 心是一种具有思维属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当然这点也很好理解 对吧 那么这因为这也是我们 我们日常的直觉 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 呈现出来 那么他包括很多功能 这个心 对吧 包括很多功能 那么 问题在于 这两个截然不同属性的东西 心和物 那么在人身上 他又有某种统一性 又有某种统一性 特别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经验 往往会告诉我们 这个人在人体身上发生的这些 我们现在所谓的 这个生理事件也好 神经事件也好 物理事件也好 那么他会带来 似乎会引发一种这个心理事件 会引发生的 那么举例来说 当一个人被开水烫了以后 那么他会感到疼痛 或者是感到难受 那么开水烫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物理事件 典型的物理事件 那么他直接作用在人体身上 那么最后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心理性的方面 心理性的方面 那么这之间是如何发生的 毕竟在日常体验里面 这是一个一般现象 当然另外一方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种心理事件 那么他也可能引发这个物理事件 一个通常的 大家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口渴了 那么这个心理体验 那么他会触发人们 采取一些具体的身体行为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超市去买饮料 那么这是一系列的这个身体动作 似乎他们在心和身之间 他们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交互作用 那么迪卡尔显然 他认可了这样的两个方面 第一 心与物 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这个实体 第二 这两个之间 似乎在人身上 能够发生某种交互作用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两个前提 这两个基本的 在他看来是基本的这个事实呢 他提出了这个交互作用论 他认为这个心与身 发生交互的 是在人体的大脑里面的一个 唯一的结构 叫做松果线 因为我们知道大脑 它都分为左右两个半球了 但是唯有这个松果体 它处于大脑两个半球的中线上面 它是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 他认为心与物 心与身的交互 作用的交互点 那么就是在这个松果线上 迪哈尔提出这个理论之后 显然 他遇到了很多的 这个理论上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吧 那么随后也受到了 后代的很多哲学家的这个挑战 那么他的这个难题就在于 既然 心与身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这个存在的实体 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发生 交互作用 既然 心 它不具有广言的这种属性 不具有空间的性质 它的存在不具有空间 那么他又怎么可能 在一个具有空间性的 这样的一个脑的 这个解剖结构 松果线上 与身体发生交互作用 因此他的这个理论 在概念上面 那么他是不一致的 这种属性质 也不具有空间性质 也不具有空间性质 也不具有空间性质